聽眾王等這麼久 不過大家的等待也是值得的 因為我們今晚在這裏的聲音都頗多 今晚陪伴著大家的監製 我還有阿王 還有阿Sam 還有在DC裏面的Desmond Desmond也在 在在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今晚我們講歐聯 我們會拘捕到有一場 屁股停對馬即時 還要給Desmond高興一下 高興些什麼 他外隊始終出線 有機會替拜仁 打比贏就更開心 打比比比16強更開心 當然可能和馬粉絲的話 就更加開心 我在走夜山都在聽我們做節目 真的 但阿Nori跟我表白 我也愛你阿Nori 因為我很少看到聽眾跟我表白 喔 私下發訊息找你表白 不是在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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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不只是說華頓對馬才有場 我們也會說另外的比賽 因為有很多話要說 另外其實今天有一個小專題 講一下以甲和西甲的競爭力分野 是呀 做了一點功課就是 因為其實我想大家都意識到 以甲和西甲的競爭性 即是在聯賽競爭性都越來越大 但是是兩種不同層面的競爭性 待會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OK 好 這個就是前奏 我們現在先開始 第一次我們先進入歐聯的分組 當然我們不是每組都很詳細地說 OK 亦都沒有需要 沒有需要 因為其實 阿黃都已經分好了類別 包括我們看到有三隊六場全勝 是 晉級 有亞即士 有利物浦 有白人武林克 是 另外一方面 當然我們都可以選一些 表現 對大家認為是最失望的球隊 又或者是一些最驚喜的分子 沒錯 或者大家都可以說 對歐聯的分組賽的一些觀察 沒錯 OK 那Desmond 先交給他 因為我知道你上班的時間都很緊張 那所以呢 我們可能 就 特地選了 這個分組賽裡面 你會看的那幾隊浦超的球隊 對 那些 可以在這裡說一下 對 其實 四大聯賽 例如 萬聯那些賽事 都盡量有就時間看的 可能看大家換場 或者看換場 不過你說 如果要評論的話 就是浦超 可能大家一直都認知的 就是 五大聯賽 今年都有 兩隊進入到16強 其實表現都算不錯 尤其 就是 鄭菲佳一平一勝 贏了八賽 那麼 進級的說服力都挺大的 那你說 那個系數 那個分數上面 會不會有機會超越到法甲 就是成為第五大聯賽呢 那麼 這些那麼遠大的目標 就暫時還沒想到 但是 如果簡單這樣 看表現的話 兩隊都 相對來講滿意的 尤其是 尤其 可能去到 就是 兩場的賽事 去到 那場 六分球到 進級第二名 那這個就 完全是 就是我覺得 超過的 因為當初 抽籤的時候 見到 阿積士和多蒙特 我當時也有聽節目 當時也有評論過 就說 這次的分組 好像出線的 那兩隊都挺明朗 應該都是 這個歐戰經驗 比較豐富的 阿積士和多蒙特 但是到最後結果 反而 脫掉的是 多蒙特 而不是可能 相對來說 大家認知那個實力 比較弱一點的阿積士 這個位置也挺 驚訝的 暫時 你們有沒有 觀察這兩隊 反而我想說 你們對於這兩組 或者這兩隊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觀察 或者 什麼特別的驚喜 這一季的話 其實我想回應一下 系數排名 那裡先 因為系數排名 其實 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場梯 因為蒲超有兩隊 其實發甲也有兩隊 殺了16強 當然 今年伴隨巴勒斯 掩門入16強 不是李昂 是李耳 這也是另一個令大家很驚喜的黑馬分子 今年歐聯分組賽 另外蒲超那裡 其實 因為大家都猜 或者大家都觀察到波濤是近年 蒲超在歐聯的 已經是代表表者 但是今年波濤就有點不幸 就抽中了死亡之組 就出不了線 但是反而是斯波廷和賓菲佳呢 我覺得 都有點相似 就是爆過半冷門 即是出到線 兩隊都是簽名出線 就爆過半冷門 因為 斯波廷 因為多蒙特和阿積士 歐聯經驗是比斯波廷豐富的 但是又沒有 即是各有自己的問題 譬如多蒙特 就連年都是那個老問題 青春班底 是不是可以季季都靠這些青春風暴 入到歐聯的淘汰賽呢 另外 另一隊就是 另一邊就是賓菲佳 賓菲佳 因為正正遇上巴塞隆拿最黑暗的時期 史上 要講之一 所以就叫做 有少少形勢之下 就令到這兩隊都爆過半冷門 所以就 對於蒲超來說當然是驚喜 但是 反過來 插開一點點 說 入到16強的所有球隊 就是因為充斥著 賓菲佳 士寶廷 或者李爾這些球隊 不是不尊重 不是不尊重 但是 可能在16強抽籤 會有比較多的強弱懸殊的氣碼出現 大家可能都會 要接受一些 可能看完首回合 都未必需要看次回合的情況 OK 問回Desmond 史博庭 剛剛對阿滋時尼這場球 兩個教頭 坦克格和阿摩連 都是有一個鬥法 雖然說兩邊都有些輪緩 但這場球 我自己也要講少少那場球 因為待會兒講完場球 之後回到每一組的情況 去分析 有個觀察點挺有趣的 看到巴蘭特就 退回左邊 閘位的位置 然後 另一個看的球員是誰 就是阿華里斯 他踢浪 我覺得就像是一個 都不當他是一個普通的 四號位或者是防守中場 你看到他就好像是一個 他負責去跟人 負責去做 中堅多一點的整場球 剛才有聽眾也說 就覺得阿摩連 他帶這一隊的史本廷 那些逼搶 逼到阿滋時尼的底線 做得很徹底 你自己怎樣評價 雙方的表現 我覺得 因為其實如果看出場陣容 阿滋時尼那邊 我覺得是半主力 基本上可能收起了泰迪 或者是 最主要收起了泰迪 但是 對 史本廷那邊 反而就因為 其實 剛才那個隊長 郭亞迪斯 以前踢過禮物浦那個 就因為中了這個 COVID-19 就要隔離 然後 其他一些 可能因為有王牌的身上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主力都收起了 比如大家熟的可能是 這個 巴黎的借帳 就是沙拉比亞 或者是 帕奴卡維斯 都收起了的話 就 我覺得 在他賽前 其實記者會已經預告了 會出很多後備 你說撇除分數 其實比賽內容 我大致上都滿意的 因為 始終的陣容是 很明顯就是想試冰 另外 如果大家要留意 第一球應該是十二馬 然後第二球是一個 後防 基本上在自己的大禁區裡面 組織其實是一個失誤 所以你說如果比數上面 可能是 借比亞可能比較大一點 但實際上 比賽內容我自己也會 滿意的 你說如果那個迫搶 那個踢法 其實 去到今年 我覺得 去到現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 試冇亭都磨合得不錯 過往 可能去年 在節目跟大家說 他踢那個三四二一的踢法 去到現在 逐漸成熟的時候 你看到其實那個主力骨幹 除了 借了去巴黎的納洞文迪斯 其他大部分都保留了 那麼 又加上 增添了沙拉比亞這些 這麼有質素的球員 如果大家有看打比 他第一球 接應 帕黎的納洞文迪斯 那個窩里 就 卡士都在 所以 那個踢法成熟了之後 再加上他的壓迫 因為其實最主要整隊 Squad 其實除了 後衛那三個之外 後衛有一個比較年輕一點 就是清訓Inazio 其餘的人員 就是中前場都比較年輕的時候 再加上那個名氣不是太大的時候 那麼 去接受他的壓迫性的踢法 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你見到 比如亞迪斯那一場的 Statistic 或者去到打比那一場 其實 是 小布廷那邊都是偏向 控球少的 比如歐聯這場4成2 去到 打比那場贏3比1 其實實際上 那個全球的數量 如果大家看回 是少過小布廷 少過斌菲加 沒有印象 沒有記錯過 應該是少過成兩倍的 接近 控球率都是只有三成多 但是他就 中場上面靠很多 就是迫搶去做一些反擊 這樣 所以你說 小布廷那個 比賽量 4比2那場 其實大致上都滿意的 是的 嗯 OK 甚至於今天看很多評價 都覺得其實你說 市不停表現出來的壓迫的力度 固然是相當之高 亞迪斯就算是做了那個輪換也好 但是整個架構的運作都依然做得順暢 是啊 其實你說輪換 就只有兩個位 我沒有看錯的話 就是剛才迪斯文說 達迪 用了大衛尼利斯 另外中堅 就用了這個舒奧阿斯 但是就收起了添巴 所以其實都 接近九成了 就是你說 正選的陣容 反而這件事 其實 又不是說很常見的情況 因為你看到 賽前都已經五戰五勝了 即時 他肯定守名了 其實 絕對很多條件去做輪換 給年輕人試試 但是坦孝也沒有這樣做到 所以就 每個教頭都不同 可能他想接著那個 六年勝的走勢 試一下可不可以拿到 分組賽六年勝 結果真的被他拿到 所以他建立信心 去進一步提升隊伍的士氣 那麼 那士寶廷那裡 也要 我們難免要拿回分組賽第一場 因為 即時被炒完之後 很多球迷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也想 嘩 士寶廷 是不是真的 其實人腳不差 都不用逐個點評 比如你說隊長保連盧 門長艾丹那些 我們都還沒有數 雖然你說近年 是沒有打過歐聯什麼 但是 基本人腳的實力 都可以 不是很差 但是 踢出來 原來第一輪 比亞迪士大炒發 真的有點擔心 但是很幸運 之後 帕圖剛才維斯 過了兩三場之後 歐聯復出 一復出之後 你看到作用真的很明顯 所以 前線還是全靠他 另外幾個脊骨位的球員 比如說 保連盧也好 中堅哥 迪斯那些 作為大哥級的球員 扔著年輕人的中堅 比如說 尼圖 另外 那幾個巴西的球員 馬菲奧斯 紐尼斯 或者馬菲奧斯 這些球員 都很實幹 所以 對地面組織的猜傳 圖超的球隊 不用懷疑 但是 你說活力 甚至 其實有件事 魯斌阿摩連 都在心理輔導上面 或者一些 教練團隊 在心理輔導上面 都可以 給他們 在過了分組賽第一輪之後 及時 挽回對球的士氣和信心 也得益於 多蒙特又脫下 所以就被他們拿到這個次名 所以也要賺一賺 對球的心理調整上面 都 及時可以 復甦 對 沒錯 那另一邊相 我們看 聽眾 就提到 就是 阿夏 現在已經是歐年神社的手 十球 十球 OK 場場有球 那這些 問一下Roger 怎麼看 不是問 你要問 Roger Are you listening 不是 其實 實際上韋斯行武夏娜 依然可以活得很好 這樣一下 活得比戰更加好 活得比你好 對 你好像想唱一首歌 做什麼 你唱而已 不是我唱 真的 但是 有這麼說 只要看阿即士的比賽的防線設計 其實很明顯看到 巴蘭特移了去左邊的閘位 去到後來 泰里亞花菇 就下來 去集體 但是 其實看到 很刻意地 中間那兩個 其實都收得 相對的 是比較厚一點的 就是防守中場那兩個 那兩個 那兩個中建 還有 巴蘭特其實都很害怕 他的身後畫 是被 史古廷去利用 其實 特別要說 艾神奈華利斯 都認識了他一段時間 因為那時候在國家隊 也好 他是那種 因為你知道 譬如四人防線 兩隻閘上去之後 一對中堅 你抹開了 那防守中場就會鬥下來 形成三中堅的體系 那艾神奈華利斯 其實現在 不算很多球隊 防守中場都會這樣做 但是 艾神奈華利斯 仍然都是 那個 踢法的風格 是這一類型的球員 因為本身 其實 李辛道馬天尼斯 也不是制衡力很強 或者中後場很硬 那些中堅球員 所以 可能也要 有時候 替艾神奈華利斯 下來 加強中後場的捷擊 單對單的對抗 所以 這個都 都理解的 還有阿積士 以他們的進攻的風格 兩隻閘又的確 很經常會 殺上去 當然不要說 馬連特 以往泰里亞廢高 泰里亞廢高當然已經沒有了正選 但是 阿積士 向來的風格 或者荷蘭的球隊 這些集位 球員 經常會參與助攻 所以防守中場 更加要一定的紀律性 阿積士 其實是挺針對對面 譬如 Santos 或者 塔巴達 那幾個進攻球員 我看到 阿積士 有些 好像 Man Mark 看著這三個 所以 剛才 Lori說 今季看上去 即時 好像是阿積士 加蘭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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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表現 挺失色的 其實都 但是 我覺得 坦克這個 擺法 你說 防守的 結構 是我過往 就這樣看 即時 不是常常見的 但是你說 會不會去到 圖泰賽中 又會保留 我覺得又 有點保留 但是我覺得 看坦克的 擺陣 或者用兵 這一點 不說常見的 所以才特別拿出來說 這個意思 或者我們 剛剛果良有分組賽 除了選了這一場 我們就 有藥率去講一下 另外 巴塞對 拜仁 當然 最後是不需要奇蹟 巴塞也是招輸 事前大家都想到 預期之中 不夠踢 就連尼克都覺得 嘩 大哥 巴塞這班兵 身體又 不身體 mental 也都很差 會嚴重說 是不是 你是說 技術 技術 就算你落到牆 都不見得 是可以用得出來 不過他經常都說 你球員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純粹看技術 就是力速 技 心 腦 幾樣東西結合 但是你看巴塞是怎樣 就是可能在剛才的五環裡面 講那個身體質素 那個力 OK 那裡跟拜仁比 你看到強度低很多很多 你幾個技術都用不出來 純粹你說力速老心技 我覺得是技技好一點 技術型 技術型 現在是說你要五樣東西齊了 你才可以表現到在比賽裡面 但是你看拜仁和巴塞 兩邊踢出來的內容 拜仁就是我都覺得 是幾一貫我們看的拜仁 但巴塞是怎樣呢 就是 你空有技是不夠的 你另外那四樣東西 你完全是 下去 就令到你就算 完全比下去 就算你技 稍微有少少 也好 你是無法發揮的 是吧 Desmond 有沒有看這場 巴塞對拜仁 有啊 其實前部分 巴塞 我看到 Possession 巴塞都佔很多 但是 始終 個人實力 還有 速率方面 巴塞的中場 或者後防 真的跟不上 你看到有幾下 就是如果大家有 如果大家有看 highlight的話 最印象深刻就是 阿芳杜大維斯 又是好像 那場8比2 壓進去防線那裡 那迪斯特基本上 這場就 完全比下去 如果你說兩個對位的話 另外就 始終都是速率比不上 然後前面 迪比 我看到今天 有聽眾在Facebook 分享了 新加華拿 批評 迪比 作為巴塞 所謂的正前鋒的表現 就是 他那個 比拼之下 搶球的比率 是十分之低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 迪比的 優缺點很明顯 但是 在現在的巴塞 可能夠用 但是始終他不是一個 強隊裡面 運行應該有的核心 那所以就 沒有了 我想大家自從稍微接種之後 都不會對巴塞 暫時在 現階段有什麼成績的期待的了 都是希望他可以 慢慢慢慢 就是 提招一班 一班新的青分球員上來 那 能夠保存到 大家所謂的DNA的時候 其實已經 滿意的了 那我自己 現階段對於 就是巴塞的期望 是這樣 那有聽眾在上面 就說這個 力裝是水火 嗯 首先搞清楚先 你是說 是說盧克敵裝 還是說法蘭基敵裝 應該是F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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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法蘭基敵裝 沒有撈亂了 但是 巴塞指現的事情 是整體的問題 就是你敵比賽 你踢得不好 那麼 法蘭基敵裝 也不能在這場比賽中 發揮到很大的效勇 但是 你說的 在那個 比賽場上 無論是速率 身體對抗 是吧 又或者可能 我們現在經常說 主流現在的足球 很喜歡說什麼 分不分跌 是不是 那巴塞做得不好 這些事情 你不可能 把站拉回去 沒有一兩個球員 我記得上季季前 大家意識到 巴塞龍拿 有一陣落味的時候 我也評價過 法蘭基敵裝 也挺可憐的 就是要不斷幫人填洞 幫什麼人填洞 就比如幫 他旁邊的布斯基斯 填洞 譬如今場 你說防線 因為右閘出了 朗盧艾拉奧組 一個常規中堅的球員 要抖下去右閘 然後前面 你說進攻又要幫手 幫敵斯手 他是一個很全能的 中場球員 但是 體能各方面 一個很當打的 中場球員 但是你可以填到多少個 當你身邊這麼多位置上 右閘也是一個非常虧右閘 防守中場的速率 轉數又慢慢下跌 你又將一個右閘球員 放在右翼 當然 我都知道今季不是第一次 放在433的右翼 但是始終不是他慣常 應該會出現在的一個位置 所以 你叫他 陰光 顧得我頭來 顧不到我計 所以 真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 凡人幾滴狀 我想我們很多球迷都很欣賞 凡人幾滴狀 也認同他的天賦 各方面 潛質 但是 只能夠說 在現在這個環境 你來到巴塞隆拿 真是 踢得很辛苦 嗯 其實沒有 這場球 你真的要 紀念術角度去說的話 其實很多細節 就不是我們要專注的範圍 沒有需要 沒有需要花這麼多蝙蝠 反而如果 你真的要 詳細這一季 歐聯的分組賽 我覺得反而有 其他焦點可以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對 說哪些 我想這樣說 其實 今季我們看到有三隊 有巴人 即使和利物浦 全勝去晉級 是 其實有一點因素 我們不得不提 可能你贏一場比賽 你是說有280萬磅的比賽獎金 一場 單場 如果你是說你六戰全勝的話 大概這裡數下 都已經有1,600萬磅 這一份的數字 對很多球隊來說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一筆收進來 說的是 今天 拜仁莫尼克 跟球員在續約的時候 都在說 你那些要談續約的 不如你真的 看一看我們求這盤數 其實我們都不是真的那麼好的 OK 不是那麼風光 不是那麼風光 280萬磅 不是280萬磅 所以 你想想 如果我打六場 我講 我收1,600 1,700萬磅 這一筆數字 其實可能 已經是在蓋上 某一個 専門的練習 我是不是一定要 盡量在這些地方裡 去多點水 是 可以理解 為什麼 每隊球隊 就算你去到那些 垃圾時間 我也出了線 為什麼 有些球隊 都覺得 不管了 可能我 有得照搶 有得照贏 我也照搶 就是 盡量平衡一下 譬如你說 利物浦去到最後一輪 都 叫做 防止 輪緩得多 整體輪緩六七個 大約 看你平衡賽程的密集程度 以及獎金上 這方面 你的考量 如果你問我這三隊 六戰全勝的球隊 我覺得 亞迪士和利物浦的難度 比較大 因為 拜仁那一組 其實 賓菲加和基普大南武 都不是什麼一線勁女 巴塞隆拿 都是血色的斑霸 但是 利物浦那組 其實我覺得 有點意外 波圖 亞迪士和馬德里體育會 我們說是死亡之組 但是最後是完全不死亡 另外 亞迪士那組 我也覺得 傷殺到多夢特 也不是那麼容易 另外 你說作客 士不亭那些 都可能會有機會 未必贏得到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亞迪士和利物浦 六戰全勝的難度 如果你這樣稱 是高於 拜仁無尼克 是 所以你覺得 亞迪士和利物浦 這六場勝仗的含金量 就是強一點 是 不過這些都是 柴魚炮 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比較小的 討論點 就是你反過來 看這三隊裡面 我可能很快都已經 輪到一些所謂 必然最差或者 必然最失望的球隊 是 馬德里體育會 最後一回合 就用了吃奶之力 真的吃奶之力 你問我 其實不是很有說服力 不只是說這場 不是說對波圖那一場 分組賽 展示出來的風範 或者聯賽 我覺得 都不是很有說服力 以往我們經常 華馬德里體育會 經常都不可以忽視 硬仗能力很強 我覺得 基本盤好像越來越危險 越來越沒有那種味道 沒有基本盤很嚴重 我有個朋友 喜歡去看每件事 就是講一下 那個人 或者那間公司的KPI 是什麼 我覺得你馬體會 其中的KPI 是什麼 就是你打這些硬仗 你的intensity 是可以保持得很高 是吧 但是你現在 你馬體會 沒有了這些基本的東西 其實你就看回 無論是聯賽 或者去到去 歐聯的分組賽 還要馬體會 球迷會說 這個禮拜六 還要對黃馬 我又不是說 很悲觀 如果我拖入 我是馬體會 球迷國 我以為你今天 套了一件黃馬的 球衣 那次你叫黃馬 不用這麼悲觀 我經常都 反思維 亦向思維 穿衣服 是嗎 大家有沒有見過我穿 利物浦的球衣 你好像沒見過 打牌 又要特地選擇 什麼顏色的內褲 上面我看到 The Grey The Grey Homesan 就說第一次見我穿 豪門球衣 我穿多一點 下集就穿 你又穿球衣 你信不信 等等 你好像上節目 你穿過什麼 萬聯 那些球衣 你也有穿過 穿過 但是利物浦球衣 很多萬聯球迷 會看不起我 不會看不起你 不過當然啦 球衣的東西 我覺得 取態 每個都不同 取態是不同的 有時候都是工作需要 不過說回馬體會 馬體會 你自己也覺得 表現比我們預期中的差很多 但是 又沒有去到最差的 又沒有去到最差的 我自己 不是行 有幾個最差的 巴松拿 因為巴松拿 原來的數據就是 今年得7分 是史上第二差的 97到98球季 那年的分組賽 只有5分 那一屆是史上最差的 但是問題是 原來 我也沒有懷疑 想不起 除了兩對 幾乎大藍毛之外 其餘的四場 是進不了 很難 連世文中 我感覺都少 好像是 製造工媒的能力 也不多 這個才是 令大家失望 Desmond 你自己如果要貼這個歐聯分組賽 表現最差的 你選哪一隊 是 巴塞 我想大家就有共識 但是你說如果其他的話 我反而覺得 薩克達反而是我自己覺得 可能比較少人提 但我又覺得 其實表現都不算特別好 是的 我都抹下了 可能討論過 可能討論過他的踢法 覺得他的踢法 就是有迪斯美過去 然後又 大手收購了很多球員 又查奧利 又賭比亞斯 然後又帕迪羅 但到最後 反而大家如果看看他的分數 他連 對薩希夫的兩場都只不過是 一和 還有 甚至作客輸的時候 那又 雖然這一組那兩隊 郭米和黃馬就很突出 但是 比賽內容好像 連對那兩隊 連對那隊薩希夫 可能那個第四種子 然後那個班費這麼低的時候 都 踢出這樣的表現 就好像不太接受 起碼大家都預期他是踢到歐巴 只不過可能是 看看他主場的時候 能不能夠 長到分 對著兩隊豪門 的確他對主場 對著國米得到一分 但是 對著那隊薩夫 反而是 大家預期得到六分 誰知道現在最後得到一分 所以這個位置 都挺 是很期望的這一隊 阿Sam你選哪隊 應該都會選多蒙特 跟社會方一樣 大家的期望都會覺得 他們應該少早要出線 看完抽籤之後更加覺得 但是 看完抽籤之後 又不可以說太意外 那一刻 大家又會覺得 其實 一開始已經看到他 是危危符 所以 你以為是最後一兩輪 才說 但是他一直 整個分道賽 都是危危符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一個失望的地方 最失望的球隊 應該就是他們 好 有聽眾的E2O 就省了15元課金 就說 希望你 兌現穿利物浦球衣的承諾 那就是沒得走數了 沒有所謂 當然 為了要讓圍穿利物浦球衣 這件事顯得更有價值 我希望大家 為了這件事多些課金 好 好 為了你 這件事 我見到很多人都說 西圍儀 其實 我也有抹底 尤其你說 這次的分組 對他來說 其實相對應該算是較容易 但是又這樣說 其實 在這一組裡面 出事 又 不可以說 完全是太出奇 太意外 因為始終這四隊 通常這隊球隊的組合在一起 就是 那個想法又不同 你對強女的心態上 或者準備上 跟你對著可能 覺得自己同級 甚至可能弱少少的手 在那個準備上有些不同 所以 這一個身份 可能令到西圍儀難處理 都未定 我絕對同意 因為 西圍儀 他又未建立到明星 就是 那個 品質信譽 你可以說 又未去到黃馬巴賽馬體會 如果黃馬巴賽馬體會 那些 在這一組出局 可能大家會 覺得更加失望 但是西圍儀又始終未去到那種 級數和地位 歐洲賽 歐聯的成績 大家不要說歐洲賽 歐霸 大家都知道歐霸 杯之王是哪一隊 但是 這一組 到最後 其實 輸了這麼關鍵的那一場 SF 方說 本身功力太弱 我們也解構過 都不再補充西圍儀 我懷疑 今天也懷疑 會不會管理層 都開始對 盧比迪古 不是說他在稅位馬上有危機 但是 長遠來計 會考慮一下 他在歐洲賽 因為這兩年歐聯的成績 今屆固然 分組賽出不了錢 上屆大家都很記憶猶身 就是對著多蒙特那一場 16強 領先之下 主場的情況之下 反輸給對手 搞到次回合 你要追落後 還要追回那兩個作客 要入到兩球 至少入兩球 才能反擊到多蒙特 那 他這一種的轉型 是不是令到西圍儀在歐聯 未必可以走得到很遠 還是要再去思考一下 他自己的足球哲學 帶領西圍儀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真的上到去 打破西超三紅的壟斷 所以我懷疑管理場 會在想這些事情 不過最後我再補充多一句 其實另一隊 可能大家沒有提到的 我覺得都很失望的球隊 是多蒙特那組 不過就不是他們 是比錫達斯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六戰全敗的球隊 歐聯 只有他們一隊 而如果 歐霸的費倫斯華路士 和歐洲協會聯賽的直布羅陀代表 林肯紅魔鬼 今晚是得到分的話 比錫達斯 將會是今年三大歐洲杯賽之中 唯一一隊六戰全敗的球隊 所以其實是基於響衰的 不好意思 這件事要問一下Sam 據說法基好像要去嫁給錫達斯 是啊 我看到有聽眾是分享這件事 所以我也是這樣說 他是可以教得更好的球隊 因為土耳其聯賽大家都知道 近年是真的嚴重的滑落 國家隊的表現大家都看到 聯賽球隊 你看回現在歐巴沒有騙人 比錫達斯其實現在排在中右 是啊 大家也知道他聯賽的情況 一會兒又說財政的問題 又說用人的限制 又來換什麼 其實你看到是一個倒退的情況 所以雖然你說他是失望 但我覺得是差 但某程度上都是預期之中 是啊 但如果你說法基的教育 或者可惜的就是 他不太適合這一種的球隊 反而你說有個長遠一點的計劃 就是穩定一點的長遠的計劃 是適合他多過突然間去搞一隊 這樣 納納亂 又不知道什麼情況的那種球 感覺很穩公開 其實有一個數據 也是之前阿維的說法 就是比錫達斯 歐聯的分組上表現最差 為什麼呢 因為Statsbomb有一個數據 所謂Expected Gold difference 就是把你的Expected Gold 但是呢 是這麼多隊裡面 是最多的那隊球隊 即是負數 OK OK 最好的那隊是哪隊呢 當然是 亞迪士 是 因為 亞迪士說的是 在歐聯的歷史上 應該好像是 分組賽的 這個呢 是正德球 OK 就是 歷史上排人第四 是最多的球隊來的 歷史上只有三隊 在分組賽的正德球 是 多於亞迪士 是 1920年球季的白日姆尼克 還有就是 2122年球季的白日姆尼克 還有就是 112年球季的 王嘉馬德里 OK 所以可以看到 亞迪士的表現 厲害 是挺厲害的 是有數據去支持一下 看看球迷朋友的留言 那 因為有些 譬如是鄧萊比錫 出局沒辦法 Russell 那組沒有什麼特別的補充 都是 合乎大家的意料之內 亞迪士馬蘭就 不要坐在包艇 看你怎麼看 我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去年 我們還不是說 郭靖蘭 當你在歐聯 包尾的時候 馬上聯賽 期望值又去調升 亞迪士馬蘭現在的處境 其實好過去年 郭靖蘭 歐聯出局的時候 因為現在亞迪士馬蘭在意甲 是在排綁手的 那下半季 或者我不知道 外國的博彩網站 是不是馬上 將這個意甲冠軍 亞迪士馬蘭 拿冠軍的賠率 越來越來越來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亞迪士馬蘭 大家都有一次個案子 雖然歐聯出局 未明明 但是 那個形勢是什麼 但是其實他在聯賽那個勢都上回來了 現在都 是 是 可能有些聽眾 如果昨晚沒有看歐聯 都要讓他們知道背景 因為雪落得太大 是 就是麻煩 搞到今晚又多場球 不煩 不煩 多場球來看 大哥 多場球來看 多個選擇都開心 不是 你多個選擇當然開心 你經常都開心 你最受也沒有選擇 你當然不是我 那當然啦 阿尼最喜歡多選擇 他一向都充滿選擇 當然 學得我嗎 有一點觀察 既然剛才說 八支出局的球隊在國流聯賽 固然要留意 現在排在榜首 比如說 有些球隊 要講烏克蘭那兩隊 基庫達蘭姆和薩克達 其實兩隊都齊齊包尾 但是兩隊很搞笑 現在聯賽兩隊都是齊齊44分 同德44分 德塞球差也是一樣的 不過就是烏克蘭聯賽計算對賽 要留意一下 另外比如比錫達斯和和夫斯堡 在德甲和土耳其超級聯賽 都是排在中游 比如有些班霸級球隊 布魯逸和年青人 年青人都未必是叫班霸 但是近年在聯賽成績不錯 排在三四位 這些就是回到國內聯賽 隨時會在季尾 因為受惠於歐洲賽出局 所以專心聯賽 就可以獲得聯賽冠軍 另外馬武已經贏了冠軍 所以那些就不用理會了 可以休息 沒錯 剛才看過Expleted Golds Difference的榜 馬武是甚麼意義的 表現之差 幸好還有比錫達斯是自己的戰敵 馬武也不能選擇 拿多分也好 比錫達斯 即是叫做有好過沒有 對 有好過沒有 是啊 那你自己又覺得 阿Sam你又覺得 譬如看了整個分組賽 我們剛才也是 那個焦點 落在表現比較順色的球隊那裡 OK 如果你選擇一隊 你覺得表現對你來說 是有驚喜的 你自己選擇哪隊 其實也有好幾隊 我想比較少人會選擇 但其實我們講過的就是 郭世明那組 黃曼哥組 那隊 是 因為 頭兩場其實是贏了球 大家都沒有 預期他們 可以 拿到分 我懷疑可能 沒有人敢去拿到分 所以 那隊其實驚喜 雖然最後你說 都只能夠是第三名 但是 其實 對於很多球迷來說是很驚喜 還有他們 踢下去是真的不是太差的 雖然 OK你說最後幾場都是輸 但其實 絕對是有交代 還有另外 剛才有聽到提過 如果你說 世思堡 因為其實都 努力了那麼久 就終於出了線 那 剛才我也講過 這一組其實是不容易的 就是 每一隊都是有能力 在對方身上拿到分 那你在這四隊這樣搞 搞 搞正的情況之下 能夠出到線 其實都是一個 挺好的成績 OK Desmond呢 你自己心裡覺得 最有驚喜的球隊 或者表現 你覺得是最好的球隊 你自己選哪一隊 如果 你要問我的話 那當然我自己支持那一隊 是 驚喜的啦 但是你說另外 如果 16強入面 我覺得 達爾斯堡都令我挺驚喜的 就是最後一場 就是對著西維爾 我都覺得 啊 以西維爾這麼豐富的勾戰經驗 應該都 都坐定粒六 就算做客也好 但是最後2-1比0勝出 那 這一隊奧地利的球隊 能夠進入到16強 就算可能 在其他人眼中 他跟普超的球隊 可能都是偏向比較預覽一點點 但是 達爾斯堡和牛 都是挺令我驚喜的 其中一隊球隊來的 嗯 OK 既然是這樣 我唯有選同組的李懿 因為我想李懿都 試隔15年之後 再次打入歐聯的淘汰賽 那 15年前呢 他們就給哪一隊淘汰賽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是晚聯 哦 是啊 我記得 兩位合計輸0比2 沒有記錯 那 看看會不會抽中 抽不中 不好意思 不會抽得中 抽不起來 萬聯都是首名 哈哈哈哈 你以為我會很威風 我真的抽不起來 那麼 那麼 李懿為什麼值得說呢 因為其實 就 大家記得 加迪雅這個公分教練 幫李懿拿了聯賽冠軍之後 就離開了 嗯 去了教 李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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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很多人意外 雖然加迪雅在李懿都很多年 都三四年 但是 喂 有一打歐聯 還有 你沒有理由 這樣拿冠軍 怎麼會這樣走了呢 當然 李斯在法甲 近這一兩季 很有野心的球隊 所以他可能看中了發展潛力 都還沒頂 很難說這些事情 但是毫無疑問 李懿今年的成功 我覺得有部份都要歸功於加定雅 建築出來的台 這個台有趣的地方 你看那條脊骨 其實加起來都接近一百歲 真的好老的嘛 是呀 真可憐 尤馬斯 然後 河西方迪 河西方迪 加那個Andre 是不是 三個加起來肯定過百 過百的 還有他季季都有一些主力賣走 其實雷今季都有幾個 那其實都可以 在歐聯有這樣的成績 其實都算是很不錯的 是啊 有時候你心裡面都有把尺去量 你PSG這麼大的投入 是不是 然後你發甲 你還有什麼球隊 是歐聯常規的出賽分子呢 我們之前都有說的 剛才我也說 近年多數陪PSG出線去歐聯十六強 同樣不是戒戒 就是PSG是戒戒 但是間中一屆半屆殺入去 他就是李昂 但是今年就不是李昂 就是李爾 所以 等於剛才蒲昭那樣 今年就不是波圖 就變了另外兩隊 李爾就 我想現在 也沒有說錯 如果你是刺明的話 你最想應該去對李爾 不要這麼說 李爾都可以很難打 因為在排面上是這樣 李爾都可以很難打 是的 有聽眾說 方迪我小時候已經聽到他的名字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你以我自己都驚喜的 你以我都驚喜的 如果我選擇 我選薩爾斯堡紅牛 嗯 而且我有一個球員 我這個分組賽 我擺多時間去看 奧卡科 是 就是 我說少少我個人的觀感 就是他踢落 就跟現在看二甲的另一個球員 踢落的特點都有點像 羅沙盧 哦 羅沙盧 是的 踢落都很像 就是會不會他這裡逆風底 出身的球員 之後都會沿著前鋒的方向 一直發展呢 甚至乎 會不會奧卡科 又再表現自己更多 那 大家可以再詳細留意一下 是的 另外我看到上面 聽眾有一個 都提及的薩爾斯堡球員 就是 摩爾摩特卡瑪拉 這個防守中場 都是一個 挺有效率 的捷擊型的中場球員 不過對他用球 就可能 粗一點 是的 但是總之 現在你要看 紅牛 最頂尖的東西 就是可能在星期一那時候這樣說 你是看薩爾斯堡 你不是看阿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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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鐘 是 不過我就 阿San哥先 不過我很記得 San Peter也很留意 也要多謝San Peter 有時候我們也未必兼顧了那麼多比賽 或者那麼多球隊 他很早在季初階段 已經提到 在查素爾執掌之下 其實薩爾斯堡有點轉型 而我也感覺到 因為我在分組賽 他這樣說完之後 我特地看了兩至三場 薩爾斯堡的比賽 感覺上 真的 進攻的銳利感冒 早一兩季這麼強 但是 攻守平衡上 是加強了 起碼是 防守上 沒有那麼多大事情 失誤 或者是進攻 完之後 被人打回頭 由攻轉手 那一下 這麼脆弱 其實人腳差不多了 你看後防線 就是安古尼 拉斯穆斯 基斯丁神 烏馬 那些 就是防線 或者防守中場 摩摩特卡馬拉 但是起碼 一群球員的信念 可能累積了歐洲賽的經驗 這方面也有進步 加上查素爾 查素爾也是那句 很年輕的 是 會不會講一下萊比錫和太歷斯 我想不會詳細講 總之感覺就是 現在RV萊比錫最大的問題 不是找誰來教 是沒有足球總監 是的 他們因為 其實近兩年 可能經過拿高市民的調整過之後 其實都是 跟以往講的那種足球有少少不同 譬如我們認識的可能就是 是一些很正常的 很快的上上落落 但是其實 劉士文調教過之後 其實多了一些控球 真的會慢一點 多了一些穩陣一點的踢法 但是譬如你說 放今年Marsh 其實就是 風格上很不合 變成很不合 其實令到 球員有少許無所適從 還有可能都會失去信心 其實 大家都覺得這段小詞不合 而且Marsh 根據報道 其實他自己親自 跟球員說過 好像覺得有點不合 那件事 分別有兩次 已經是跟球員說過 覺得自己好像不太適合這個情況 所以 當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都知道 最後的結果都是這樣 所以 他這個轉型 有少許 可能還未能調整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落差 我比較印象深刻 萊比錫的兩場賽事 我剛好看過那兩場萊比錫 萊比錫都是輸的 就是對著緬因斯 和對著柏林聯的聯賽 剛剛這個禮拜 對著柏林聯好像相似 就是 都是落後之下 你看不到 對球員有那種 落後之後 要追落後 排山倒海 風襟的進攻氣勢 但是 在馬殊輝下 或者 你作為 強隊這樣算 應該是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就是場面上 所以不知道是否這幾場 就令到 即場面上 沒有什麼改善 落後之後沒有什麼改善 就令到 管理層 這個階段 其實十二月都很早 因為萊比錫 其實向來都很少炒教練 你知道 通常都是教練走 被人挖角 所以 就炒了教練 我也承認我有少許意外 如果你真的說 表現 和大家的期望 是有落差的話 其實 RB 萊比錫 都是其中一隊 但是 我想是在 轉型 的過程 裡面 或者可能是 團隊建設 的過程裡面 就是 遇上了一些挫折 這些事情 其實你不可能 單純從 比賽的場面 去解釋 就是萊比錫 究竟有多差 或者為什麼會這麼差 對嗎 這一節 我想差不多 有些球迷就說 抽籤是什麼時候呢 其實就是 下星期一 沒有記錯 應該是 六點鐘的香港時間 黃昏 不是早上 我也特意找回前兩屆 因為現在 年紀大了 沒有記性 都忘記了 前兩屆歐聯16強的代表 你笑什麼 前兩屆歐聯16強的代表 其實都是 來自歐洲系數排名 最高的那六個聯賽 大前屆 都是只有亞迪士 一隊荷蘭的代表 聯賽系數排名 不是前六 但是今年是多了很多的 生力軍 亞迪士也在 另外西斯堡 第一次進入歐聯16強 另外法國和葡萄牙 剛才也說了 有里爾 葡萄牙那邊有兩隊 都近年 不是經常可以打到歐聯淘汰賽的球隊 所以是 都有點新鮮感 不過就是那一句 剛才我都說過 16強 起碼就可能有些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我預期就 因為你知道我 對上這 六七年 歐聯16強 打後 首次回合 我也看得到 但是今年可能 有一點點要虐待自己 因為可能會不會首回合 領先四五球 下一個回合 但是也要有頭有尾的 有始有終的 不能夠像阿尼那樣 齒亂中氣 你不可以經常都搬他出來 真的 我瞧著他 整天 你也不明白 你這樣跟Ban Goghry做的事情 有什麼分別 你明不明白 因為我霸自己沒有心 特地都要多踩腳 其實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我整天開口 埋口都提出阿尼 是因為我真的很想念 大家聽眾有沒有留意 他經常都是做星期一 我整天都是星期四才在 你想想 對上一次 麻煩聽眾找回 對上一次 我和阿尼一齊現身做一集節目 是什麼時候 你記不記得 你都未必記得 所以你明白 為什麼我整天開口埋口 都提起他 很會掛著他 雖然他掛著其他人 不代表他不掛著你 不代表他沒有你心 雖然你的份量都是小一點 好啦 這次 歐聯歐霸 歐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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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推介 第三次先 第三次先 對 歐聯這個回合 我想大概都講到差不多 OK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我們將焦點轉移去講英超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